大家都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有 有喔 有沒有精神? 沒有講聲罷了 好 那 這次我要開始講解認識維基達郎 大家好 我是一個 高興大家可以在場 有一個幫忙看 以及聽我的演講 然後這次 看到這個圖上有四個字 維基達郎 大家會想到什麼? 第一 你會想到維基達郎 就會想到賣醬油嗎? 不是吧 那你覺得維基達郎 他是賣醬油高嗎? 我覺得也不是吧 對不對 那 維基達郎到底是講些什麼呢? 有誰 大家可以猜得到 猜得到有獎益 來 稍微講說 有 有 有人意願講的話 我會給獎益 好 現在三秒鐘 3 2 1 請舉手 沒有 靠 沒有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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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真的是開始 維基達郎呢 基本上他是一個專門講解 地區性能和相關的專案的計畫 所以我們會叫維基達 好 正式開始 那首先先做介紹 我叫一個 然後使用維基的名稱叫 Ury Potspeed 然後目前是任職於心情設計 擔任設備公司 然後也是擁有在YouTube的經歷 四年 然後目前我在維基導遊 是擔任界面的 管理員 所以有什麼界面的問題 或者是說你也有PTX問題 好 那現在我跟各位講 維基道的到底是什麼 它其實就是自由的 旅行自然 所謂的旅行自然 就是大家有去遊客服務中心 有去拿過 像是嘉義縣 新竹線 或者是苗義縣的 旅遊的觀光手冊 它通常都會包含旅遊手冊 大家有已經知道說 旅遊手冊 到底到底有 包含哪些的種類 有獎真大 三秒鐘 好不好 3 2 1 請舉手 來 這位後面的 交通 交通 答對了 還有誰 3 2 1 舉手 太快了 來 3 2 舉手 對 沒錯 有住宿 來 這是你的嘉義 還有咧 你先不要擋 3 2 1 舉手 好 好 你 我嗎 你 遺物救助嗎 遺物救助 也是有 好 好 最後一個 還有什麼呢 3 2 1 舉手 好 第一個 地圖 地圖 好像 欸 對 好 有啦 其實有 好 那維基導遊呢 就是大家所說的那些部分 他其實有包含 飲食 景點 交通 還有什麼 還有夜生活啊 或者是 學習的等等之類的 就是有包含 食衣促行 預熱 通通都是維基導遊 他 在一個頁面的介紹 那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人人都可以 電極的旅遊玩 所以你 不管是任何的 阿貓或狗 都聽電極的 好 那第三個 就是共享的 旅行的 諮詢的舞台 所以就跟維基百科一樣 都是可以 人人都聽電極 人人都可以 全數 單地的 經驗的介紹 所以我們就是 叫做維基導 那我們一般的 使用的網子呢 就是 chipo.w.vt.org 那如果你是想要 進入到中文的話 你可以點 dh.vt.org 好 那維基導遊 跟維基百科 有什麼 太大的關係 也有什麼 不一樣的地方 那 維基導遊 跟維基百科 同時屬於 維基百科 體系列的平民計畫之一 所以維基導遊呢 它是一個 專門講 網路的旅遊指導 那維基百科 它是一個 比較偏向於 學術性的百科全數 所以它比較 看起來就是 比較 讓人家覺得說 很刺激化 很刺激化 好 那維基導遊呢 重點是 想求你的 原創的精神 好 我們不需要說 一定要用 旅遊的手冊 或者是用 一般的 那個 旅行者的手 那個 書本 進行 維基導遊 你可以 靠你的經驗 或者是 你居後的地方 來進行的 線上的 即時編輯 或者是 願意 那維基百科呢 它是要求 就是 你一定要有 新聞的 阻證 還有書籍的 阻證 以及報章雜誌 你要有 權威性的 書籍 進行的 文獻的 詳證的 資料 所以才能在 維基百科進行 編輯 謹新真理的 內容 那 維基導遊 它穿你的 研額其實是 非常的旺 我們最早是 在2004年 10月7日呢 我們叫做 維克旅行 也就是英文的 Wiki Travel 那直到 2006年呢 12月10日 因為 維克旅行 它接受了 叫做 Internet Brands 的網站 收購之下呢 所以 維克旅行 已經變成是 三頁的 旅遊網站 那 因為內部的人士 他認為說 我們是 講求於 跟維基百科一樣 是自由 而且是 沒有盈利的 精神之下 所以 我們就進行了 分離 直到了 2012年 8月26日 才正式加入 維基媒體 基金會 也就是我們 跟維基百科 一樣都是叫 停飛機關 直到 2014年 1月15日呢 我們中文才正式的上線 所以 算下來 維基導遊 中文版 其實只有五年左右 所以這相當的晚 那 維基導遊 它電腦版的樣貌 就是 影片的 現在投影片所 看到的部分 那麼 基本上 我們還是給大家看實際的 網站的樣貌 就比較清楚 這個就是 維基導遊的 它的畫面 那現在是因為 投影片的大小 所以會比較長 所以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會有 像是搜尋檔 還有就是 你可以在這裡 點擊 哪一個週 你進行 它的頁面 然後下來就是 你的 每月目的地 以及取經通憂 還有接下來就是 特色的旅行話題 然後以下就是 有些 關於 關於 維基導遊的 編輯的問題 以及 當地的活動的節慶 還有 最近的 發生的聚焦 的動態 就是旅行相關的資訊 還有 有什麼 旅遊的問題 你可以在這裡 進行發問 然後再來就是 你有對一些當地的 有興趣的話 而且你想要在旅遊中 必須使用 那就是 使用我們的 規劃手測 來進行 閱讀 然後下來就是 來幫助我們 維基導遊 你有什麼的 興趣 有相關的經驗的話 你都可以在這裡 進行的參閱 然後進行 對任何一個 經驗的 程式 來進行的編輯 然後 再來就是 我們的 地方性的 頁面 這就是我們的 回擊導遊的條目 回擊導遊的條目 就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它有包含很多 十一柱形相關的 你都可以在這裡 撰寫 如果你想要撰寫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 點擊叫做 加入列表像 你就進行點擊就可以 點擊之後呢 它就會秀出 加入列表像的 相關的 你可以進行來輸入 還有包含什麼 瞭解跟抵達 還有環遊 觀光 活動 購物 用餐 電生活 住宿 聯繫 下一站 等等之類的 章節 我們都可以在這裡 撰寫 大家的程式 到底有什麼 十一柱形的地方 那接下來就是 手機的樣貌 就是我影片 所看到的 這就是 維基導遊的樣貌 那我們維基導遊跟維基百科 它穿建的條目 是不一樣的 維基百科 你只要有一個相關的 關鍵是 你都可以進行創建它的頁面 只要是你可以找到 它的違憲資料 或者是任務發生 你都可以進行創建 那維基導遊呢 他一定要遵照哪些呢 就是 中 國家 地區 城市 區 公園 以及路線 會畫首次 還有 旅行話題 那這些 就是我們創建的 最重要的部分 那 城市呢 它有分小城市 大城市 跟特大城市 我們一開始寫一個城鎮 或者是寫一個村莊 或者是你寫一個 剛開始你 想要顧及的城市 那麼 你一定要從小城市進行開始 等到你寫出來 它的完整式 已經可以達到 一定的內容的要求的話 我們才可以升這回大城市的標準 那 所謂的特大城市 就是說 以一個 你的條目的內容 已經是包含了很多的資訊相關 所以我們會進行的就是區分區 比如來說 我們就以高雄來說 我們高雄有十幾個區 那麼我們一定可以使用特大城市 但是完整到你沒辦法寫到一個主義的頁面的話 我們會進行分區來主義的噴插的介紹 這就是特大城市它的特色 那所謂的公園就是寫國家公園 如果是一個社區的公園的話 我們不可以在這裡進行轉型 因為它的規模太小 我們可以寫公園的有哪些 國家公園 公警區 還有自然保護區 等等之類的 只要是足以夠大的園區的話 我們都可以使用公園的來進行轉型 那至於旅行的路線的話 我們旅行的路線幾乎是地區跟地區之間 有一條很有特色的路線的話 就是以台三線為主 台三線就是我們想的客家浪漫大道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客家浪漫大道 要怎麼去轉型 來這就是客家浪漫大道的頁面 那首先我們會進行一個 進行做了解的章節 來進行簡單的介紹它特色的頁質 再來就是你要準備一些什麼東西 像是你要腳踏車、摩托車 還是你要帶水之類的 通通都會寫在準備的章節 再來就是說你要怎麼去抵達的開始點 我們都會在這裡轉型 還有就是我們會經過哪些的地方 我們會進行顯示目的地的資訊內容 再來就是觀光 這個一條線的旅行路線呢 我們會有經過哪些的觀光景點 我們通常都會在這裡轉型 轉型之後呢 我們還有什麼 當地有那個活動啊 客家什麼文化劇 什麼戰衣文化劇 我們通常都會在這裡轉型 至於當地有什麼著名的購物 我們也會在這裡轉型 至於飲食的話 通常你都可以在這裡轉型 客家美食啊 或者是哪一個餐廳 值得你去吃的地方 還有住宿、安全 還有治安等等之類的 通常我們都會在這裡進行轉型 那條目的分級呢 我們條目的一開始創建 一定會有小作品 大鋼級、可優級、指南級、玉米、細節 那小作品呢 在我們中文維基導流 已經很少人在剛開始創建來使用 因為小作品就是說 你任何一邊攻略 沒有合適的模型 或者是說標準的章節標題 與概述之下 我們才不會使用小作品 可是我們目前 一開始會讓大家使用到 大鋼級 大鋼級就是說 你的內容沒有說很完整 但是你有任何的章節的 簡單的敘述 以及你的觀光的章節 只是寫跟維基板科一樣 列表的話 我們會使用就是 大鋼級 那可優級呢 就是大鋼級之後 就是你內容已經開始寫的 越來越多 我們通常會寫什麼 內容簡單的敘述 但是不夠詳細的完整 那某的話 我們就會使用可優級的標準 那指南級呢 指南級的話 指南級的話 是你的內容已經是可以寫到 非常的完善 非常的完整 而且還有圖片 可以進行圖文遺貌的話 我們會用指南級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作為 大家可以做參考的章節 來進行撰寫 以及適合旅行者 來進行閱讀的頁面 然後我們都物產 都可以使用指南級 再來就是明星級 明星級是什麼 明星級是指南級的最高階 他是圖文豐富之外呢 還有他的評選後 成為一個點範的標準 也就是說 我可以利用明星級的條目 作為我撰寫條目的依據 以及參考 我要寫什麼樣的景點 或者是這個景點要怎麼敘述 通常都可以依照明星級的條目來進行撰寫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夜表像 就是我剛給大家去看的那個加入夜表像 那維基導遊 這是維基導遊才有的工具 是方便你在觀光、活動、購物、用餐 以及夜生活、住宿以及其他的章節中 我們可以進行新增這個夜表像 或者是編輯這個夜表像 來進行就是主意的把內容的撰寫出來 讓大家可以在你的頁面中 可以看到有這底下的部分 那這個夜表像的話 我再點一個 好這個是阿寮沙的雕像 我們可以在這裡點擊叫做編輯的部分 好點擊之後呢 它一定會陳述什麼 名稱、別名、網站、地址、翻位、電話、警備電話、電子郵件、類型 還有五金緯度、還有開放的時間、假期、回機數據、回機百合、圖像、列容等等之類 我們可以在這裡進行轉說 轉型王呢 就會呈現這個樣貌 那好 既然我講到夜表像 大家都應該都會去撰寫 那好 現在開始接下來就是 如何 維基導遊到底是跟哪些網站進行工作 那維基導遊 它 跟了 就是我 同影片所 給大家看到的部分 就是 OSM 就是Open Street Park 它是專門 OSM 它是提供於 維基導遊 讓維基導遊 呈現 各地方的地圖 的樣貌 就是剛才點這個客家 或者是 那個 摩曼斯克的 地圖 好 這個就是使用 OSM 來作為使用 我們可以在這裡點 比較多 大分地圖 我們通常就會呈現出 OSM的樣貌 然後這裡會呈現一些 當地的觀光景點 然後這裡是觀光碼 叫北極研究機構發展 摩曼會 這個就是 我們使用OSM的指寫的樣貌 那再來就是 維基數據 維基數據呢 就是透過 維基數據 作為我們的 溝通橋樑 它溝通哪一些呢 就是 OSM 還有 維基共享事業 還有 維基百科 這些網站 融入下來 做為我們維基導遊 所套用的這些配件 那維基共享資源呢 我們是使用他們的圖片 以及他的影響 來作為我們 任一個景點的樣貌 去呈現 他的樣貌的景象 或者是他的樣貌 接下來就是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就是 在我們的各地標的 就是 詮釋他的 比較詳細的學習 來提高我們 維基導遊的各景點的充分資訊 因為我們在維基導遊 可能寫 但也可以寫到 非常的完整 那麼 一定會使用 維基導遊 來作為我們更詳細的介紹 例如來說 你這個評證保中詞 一名廟 好了 那這個內容 可能覺得說 他的內容太過於緊厚 夠詳細 我可以在這裡 可以進行點擊 維基百科的 兩個圖示 點進去之後呢 他就會直接連到 維基百科的 評證保中詞 你就可以進行 仔細的 例如說 這個保中詞呢 他到底有 什麼 嚴格啊 記詞啊 等等之類的 詳細內容 你可以在維基百科的 寫檔 這就是維基導遊 他跟底下的挑戰進行合作 那個部分 好 中文維基導遊 他目前的資訊呢 我們 維基導遊 目前有21個語言 維基導遊的語言下 那個特取 那我們的排行數 我們的挑目數呢 是位居於4,225 這是在2019年8月10號 所謂記的 那目前在21個語言中 我們是排名第8的語言 我們算是 總統中上的程度 那我們頁面總數是達到 18,303 然後編輯次數呢 有37,730 管理員 目前有6位 主要都是來自於 中國大陸以及台灣 還有一些香港的 來進行那個 管理員 那個維基導遊 然後目前 註冊的用戶達到 11,253米 每月活動人數呢 是將近於 60到 80 左右 那圖像 目前是達到 100以上 這就是 維基導遊 現在 這五年來的 成長 那好 大家都有聽到 維基導遊 當然 也知道 維克旅行 的一些意思 那麼我們目前呢 維基導遊跟 維克旅行 我們會進行的比較 那我們 以一個 堂目數量 我們來做一對 我們維基導遊呢 目前有 四千多個 堂目 那維克旅行 目前 只有六百四十八個 堂目 我們主意已經是他們的六七倍主流 那頁面的 頁面的 頁面的數量呢 也比 維克旅行 大了 五倍主流 還有 註冊的用戶 我們也是主意 哪怕 哪怕他的那個旅行 還有 那個 編輯的次數 也是大於 維克旅行 那 至於 維基導遊跟 最大的特點 就是我們沒有廣告的註冊 那只有維克旅行 是因為受到 Iternet Brandless 三頁的收購下呢 他一定要 在那個 他們的頁面 進行打廣告 那我們來看一下 維克旅行 會長什麼樣子呢 這就是維克旅行 他上面呢 他會有一個廣告的圖案 或者是 影像的部分 他會進行就是 他有一些引力的 那個廣告 那至於台灣 喔 維克旅行的 一般的頁面呢 他一定有這個廣告 還有他的 什麼 護科 Motel 他的廣告 那個 三頁網站會出現 這就是 維克旅行 跟維基導遊的 不同的地方 這就是維基導遊的頁面 這就是維基導遊的頁面 他是沒有廣告 那 那 中文維基導遊 他主要來自於 中國大陸跟台灣地區 是最有很多 然後 在就是 兩岸之地 像是香港 以及澳門 以及海外的 華人人士 都會來中文維基導遊 進行鑽形 然後還有最少就是 明星的就是 國外會懂中文的 可能是會進行就是 鑽形維基導遊 以及參與中文維基導遊 任何的活動 那 我們在未來明年 滿六週年 我們將會舉辦 叫做 六千 那個 外向六千 而補簽的 條目的計畫 那我們會進行 就是 持續的 改進電腦 以及手機板 介面的問題 還有爭取 我們便以 維基導遊的功能 對外推廣 教導及天機 維基導遊 然後最主要 還是我們會進行 就是跟維基百合 以及政府 還有一些 那個活動業者 來進行 會活動 像是維基愛語 以及天機松 以及維基愛語 以及維基 然後最後我們也 跟地方的政府 進行合作 尤其是圖片 我們看到這個圖 就是我們 維基導遊 跟政府 進行就是 那個 路人的任養活動 這就是我們參與 當地政府的補充 好 講了那麼多 大家都一定會 沒關係 就基本上 還是播一個影片 讓大家好好 接下來 休息一下 不然是沒有聲音 那就大概這樣 看不掉 這就是維基導遊的 任何的功能 會出現的 以及手機的 樣報 所以有圖片啊 或者是 相關的景點介紹 以及點入之後呢 它會出現 它的地標 然後這個 你就是在 搜尋行檔 基導遊 就可以進到 基導遊的 相關的方法 你手上 然後一下是 可以讓大家 進行分享 網站有 中文維基導遊 然後就是我們 Youtube呢 我們會有一個 叫做 Wikipo夜景的 它的頻道 你就點進去 你就找中文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有關 中文維基導遊的 相關的頁面 編輯以及 什麼樣的創建 你都可以在這裡 找到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維基導遊呢 也有 即時的聊天的群組 你可以在 我們的 首頁的 最下方 你可以再點擊 幫助我們的 Youtube Facebook 還有 Telgram 微博 還有YouTube 都可以在這裡 進行跟我們 演習 以及去 聊天 文維基導遊的 任何事情 最後 也感謝大家的參與 然後也祝大家 有好的 旅程的愉快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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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現在這上面 以你的經驗 現在上面記載的資訊 適合哪一類的旅行者來使用 比如說是個人旅行 還是家旅行之類的 然後第一個事情是 如果就是大家想要參與的話 就是 會比較推薦 喜歡哪一個部分 就是 我開始著手去寫 可是 寫衝在地的 店家嗎 還是說 去寫一些 文維基性的 之類的東西 你覺得 怎樣你參與 能夠上去嗎 好 對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說到第一個問題是 內容現在比較適合哪一類的旅行 這個 我們文維基導遊的 主要的內容 很適合就是 背包客 來進行 呃就是 呈現他主要的知情的內容 我們會進行 就是 以一個人的觀光者 來去鑽行 要怎麼去網店 這個當地的 十一步行去 那第二個問題 維基導遊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要貢獻的話 是 從那個著手是嗎 維基導遊 從那個著手 我們通常都會建議大家 從我們的觀光啊 或者是住宿那些 這些章節的部分 進行就是 就是加入他的業養養 那這些的內容 我們建議就是 以你的旅行的 呃 自己的經驗 或者是說 你從這個導遊 進行所聽到的 結果 還會進行 進行 進行新增 它裡面的內容 喔 通常都是這樣子 來進行分享 給大家 還有 還有什麼問題啊 那你提到那個維克的旅行 你也想像是直接進行轉身 對 那你們行李嗎 那你這樣還會這樣做嗎 目前 是的 我們還是會跟維克旅行進行 各種 之間的進展 當然 我們還是會跟其他 像是比較類似的網站 像是貼包客廠 就是大家可能會有一些 經過貼包客廠 這個流的平台 那我們也會跟他們之間 有一個 有一個 某種程度的合作 當然也有 某種程度的 想問記者 對 還有什麼問題啊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感謝大家 重視這次的影響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